105年宜蘭縣高中職成年禮的活動今天來登場 有縣長林聰賢率領380位的學生 進行桃園谷草嶺縣的三野教育的活動 以及挑戰616的高地 讓宜蘭的子弟完成縣內的學習階段 未來離鄉求學或是找工作時 都能夠滿懷家鄉的情懷 並且發揮宜蘭人不怕吃苦的精神 出發之前縣長林聰賢特別率領委會的學子 到大理天宮廟 進行向天宮戒膽的儀式 祈求天宮來保佑這些學子 未來都能平安順心 投城家山 藍牙城年色三野 投家樣樣一起放 一起唱 隨後縣長也率領380位高中職學生 進行桃園谷草嶺三野教育活動 以及挑戰616高地 期盼藉此傳達學員動手做服務 愛護故鄉南洋的理念 這一段還算是其中一段而已 草嶺古道或者是桃園谷的古道 其實在這相關的路徑上面 其實每一個段都有不同的風景 當然我們很敬佩過去我們南洋的先民 能夠從草嶺古道 往山貴娘來到南洋平原 那我們今天帶著宜蘭的孩子 看起來他們今天有一些很有活力 有一些大概體能還要再加強 不過辛苦汗水流完以後 到了一定的高點 看到南洋平原的風光 我想他們都會覺得值得 因為我們都是登401高地 這次為什麼想要來爬山 我們希望401高地的時候 因為搭船 有些同學怕暈船 甚至因為整個人數參與 它有限制 所以我們希望回到這個古道上面來 那我們希望每一個南洋孩子 在登大廊的時候 都能夠經過這段先人走過的路 留下最美好的印記 從下面爬上來 就是一開始就覺得很累啊 然後到上面有一點雲就覺得很涼啊 就是就跟一般 就是跟一般走的感覺不一樣 天氣好像比較高 而且樓梯也比較多 而且有跟大家一起 真的啊 因為這個自己有長大人的感覺 好像有一點吧 最後參與活動的學生 聚集在桃園谷大草原 進行成年宣言表達競賽 為活動畫下圓滿據點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新採訪報導 請按鈴